大姐 我求你了 你能不能冷静 不是我冷静 你看看她那样啊 她至于吗她 跟她有什么关系 赵金志买车跟谁商量了 我跟你大姐夫都不知道这事 你二姐也不知道 跟她商量了 就跟她商量了 要不她能气这样吗 这也太高调了吧 阿高调 我就不让她高调 买车的钱我就不给她付款 我看她能把我怎么递 这也不是办法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您好医生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毕主任在吗 毕主任昨天晚上做了一台大手术 今天休息 那您知道她家住在哪儿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给她之后 那你能不能帮她吧 那你我还能帮她 任何人家了 我可以帮她的经历 那你做了 自己的你们肯定 刚才要有什么事 你怎么签得 你才能不能帮她 说她还不想到 那我 burg 想到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二姐夫 喂 叔子 怎么也找到你大姐啊 二姐夫 以后你的事别问我了 我不管了 你怎么了 你跟谁生气了 我和我自己生气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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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给大家伙开个生产工作会 要不讲两句啊 来来来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 你们继续开吧 我说第几个第四啊 按照人员招聘管理制度规定 招聘人员必须符合 好 许部厂长长 好 你跟我出来一下 跟你说个事 你就在这儿说吧 你 没 没有外人 全都是咱们厂里的骨盖 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那 你们先看着啊 那我们交给个重要事 研究着 赵总啊 有什么重要指示啊 你回去跟你媳妇说 我媳妇谁啊 你媳妇韩暗眉 那韩暗眉不是你大姨姐吗 你给我严肃点 我再跟你谈工作 谈工作啊 这谈工作呀 你应该叫韩会计 这 你媳妇 你媳妇 我这以为说家里事 我再重复一遍 回去跟你媳妇说 明天上午十点前 如果不把支票给我开出来的话 我就采用行政手段 什么后果你别我清楚 喜涛啊 户下开不开呢 不开了 你干嘛 就得这么大火去呢 好好好 来 大姐 二姐夫买车这个事 我二姐知道吗 她不知道 但是早晚不得知道呢 我没跟她说 我二姐夫买车 二姐肯定不能统一 你不知道吧 你二姐要跟厂子借十五万 开展他们公司的业务 你二姐夫说没钱不借 我二姐夫不借 这个麻烦了 有钱买车不借我二姐钱 这我二姐知道了 真的气得 所以说这件事啊 我就是看你二姐 这个钱我也不能给她拿 大姐 要不我下午去找我二姐夫聊聊 让她别买车了 你说话好使啊 她能听你的 你说不上买就不买了 是 我不管了 我都发过誓 家里的事我不管 管也没人听 管也管不了 咱家试试啊 就乱套了 老板 来了 解账 好 正好 正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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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喂 艾处 你又在外面喝酒呢 你谁啊我不认识 我认识你就行 你在哪儿喝酒呢 你管不着 你是不是又跟二姐夫 在外面喝酒呢 我就是就是就是 怎么地方 艾处 你少喝点啊早点回来 少喝行吗 我不醉不归 好 喂 小崔吗 小崔啊我问你点事啊 你们赵总啊 今天晚上在哪儿请客吃法 请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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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艾松 你有事啊 我没什么事 不好意思各位啊 打扰你们喝酒了 你们继续 我先走了 吃饭一下啊 好 多喝 来来来来来 艾松 你别走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找到这儿来 我说你 你又是要站在哪儿去 你得到的 你怎么突然想买一台车呢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问问 你还没回答我 龙冲酒厂在当地 也算是个有点名气的企业 难道不应该 有一辆像样的车吗 但是现在企业刚刚起步 没那么大实力吧 二姐 企业谁说了算 怎么你们谁都想管我 不是谁都想管你 提点建议还不行吗 再说我二姐给你借钱 你不借 那你又花这么多钱买台车 你怎么跟我二姐解释 我学会解释吗 二姐哥 你这话说就没意思了吧 咱先不说企业里面 有没有我老韩家的股份 你跟我二姐是夫妻 这件事情事先不商量 事后不解释 那这还叫夫妻呢 我告诉你 我一直特别讨厌你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 我不是你的学生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 你懂得太少 双新智 他有什么需要 向我请教的吗 企业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管不着 但我告诉你 你要伤了我二姐 我不会放过你 圣祷 儿享阳身难口守 儿享阳来 轮霜流 眼间的红鱼 坠落在西山后 交易神节 拆八点头 能不能不唱了啊 这好不容易不玩游戏了 有个业余爱好 你得支持点啊 不知道学习就知道唱 今儿你跟他再等我唱唱啊 你这今天把赵金智给得罪了 我看你怎么那么收场啊 我怎么收场 看他赵金智怎么收场 这底气挺俗啊 那你怎么让赵金智你收不了场啊 艾兰和赵金智借钱 赵金智没借给他 这事你知道吗 听说了 来 你说艾兰要是知道了 赵金智不借的钱 用这个钱买豪车了 你说艾兰得怎么行 那你怎么让艾兰知道 这赵金智买车的事啊 我今天呢 给艾兰他们同事打电话了 说艾兰去丹东办事了 明天他回来 我就把这事就告诉他 等明天赵金智就得跟你下手段 这赵金智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 你让他丢了这么大面子 他能找得过你啊 你不等艾兰回来 你就得成炮灰了 明天我不上班 我跟他玩猫捉老鼠 我让他有劲使不上 那不行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办法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你多少喝多少酒 五六瓶吧 皮的 你就那么爱喝酒啊 你这样在地厅 就干不枉不喝呀 我跟你说 就你这么喝酒 妈要在 肯定把你念 他在轮倒你说我呀 我这人就欠管 就欠收拾 我说艾兰你管得好啊 管得妙管得好 管得公开笑以后 就必须管我 我管你 我管你听吗 必须的呀 你看你又给我做早餐 又给我欺负我这下午活都你包了 我必须听你的呀 是真心的吗 嗯 真心的 我的天哪 你这种人能说出去有良心的话 太不容易了 干吗 小松子 艾竹艾竹艾竹 我给你说正经的呢 你说 你别动手动脚的 船长 干吗呀 你别找了 我也不找了 咱俩就在一起混混到老 谁先死的 谁就把谁先埋了 多罗漫的 多发过电影啊 真的 你是怎么想到的 挺好吧 三姐 我求你件事 你现在就把我勒死 我一刻等不了 你别跟我来那套 我看不出来吗 你就想找个男保姆 不花钱 伺候你一辈子 对不对 是不是挺好 对不起我实破脸 松 我跟你说你挺耽误我的 我怎么耽误你了 你看你这老把饭给我做好 衣服也给我洗了 就什么都给我伺候好了 那我换别人我就没感觉了 你说你是不是耽误了 曼淑 你说这话有天理吗 我伺候你 我还耽误你呢 为什么 那你想个办法 要不我走 我现在就搬走 好不好 我现在就 你给我坐呢 你想的呗你 我跟你说海海松 在我没有找到如意的狼军之前 我好好撕拢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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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贴了她的位置 韩爱梅以前没当过会计 也没实践经验 那我为什么让她当厂里的会计呢 我相信 我不说这个原因 大家心里也很清楚 这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失误 办企业的大计 就是任人为亲 自从韩爱梅当了代理会计以后 由于她的业务不熟 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目无领导 不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 进来 开会呢 你来得正好 找点人坐一下 不行啊 那个私务局刚才让我过去一趟 按政策里咱们有一笔税款要退回来 我过来 我就是想把这个那个 你要买车那个三十万 我给你弄好了 到这儿 这是纸票啊 赵总 你收好 我可以说两句吗 说什么 我说了你就知道了 你没有不是 我这是你 我能铁草的 你可能要去设计 那你不是一个人 我会在这儿 我不想要去设计 检讨书 尊敬的各位厂领导 各位同事 自从黄会计请假期间 我担任了厂里的会计以来 本人工作十分努力 但是因为我业务不熟 账目管理上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我深感愧疚 我下定决心 努力学习业务 目前我以拜我小姑子为师 她是 志高的学校教会计的老师 争取尽快提高我自己的业务能力 管好我们厂的财务 为我们的企业腾飞 做出我英勇的贡献 谢谢大家 好 这么挺好 谢谢大家 下期见 见于杭会计认错诚恳 有改过自新的愿望 我决定 再观察它一段时间 今天就不做相关的处理了 散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头怎么办 我这干活的时候擦破了 没事 你坐吧 这大经理怎么亲自干活啊 创业阶段 哪有什么经理和员工啊 没关系的 过几天就能好 这次怎么突然袭击啊 来丹东之前也不给个打电话 我就是想试试我的运气 看看能不能顺利地找到你 看来我的运气不太好 我呀前天晚上坐着的时候 坐了凌全两点 昨天上午就关手机睡觉了 但是我晚上开机 今天也没看着给我打电话呀 那昨晚 昨晚我怕打扰你了 我这顾家寡人的 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呀 是吗 你看 早上我去单位 他们说你找我 我马上就呼你了 这次来有什么事啊 我是来丹东推销白酒的 剑宇 你认不认识一个 丹东特别有名的白酒代理商 叫周大伟 周大伟 不认识 你在你周围的朋友里 帮我打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 行 找问问 服务员 点菜 不用了 我已经点过了 就等你呢 这都过了饭点了 不喝了吧 没有 刘总 您也太不讲究了 您看我这广告也给您拨了 反响也不错 您这尾款怎么还不打呀 我跟您说 我们这领导催我好几次了 您再不给我就下岗了 行行行 那就这么定了 好嘞好嘞好嘞 喂 二姐夫 哪儿 楼下 车骑回来了 行行行 我们马上下去啊 好 你们几个英文单词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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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怎么说 不知道 鲸鱼呢 更不知道了 企鹅呢 那就真的太伤了 老舅 你考我们俩这么难的单词 你会吗 太平洋 戰士 华麟鱼呢 是 腊肉鐵子 方便 tofu 几年 死 就掌握这点英文单词了 将来想干什么 老舅 我有一个孤待地儿 发个包子 老舅 我准备发明一款机器 把我要学的所有单词全放里面 这机器又能学 然后还能玩 你说多好是不是 那我问你 那这是一个什么呢 游戏机呀 老舅 老舅疼了 疼了 你也知道疼 我告诉你 你再给我提游戏 我让你俩 费一百三次知道了吗 老舅 你批评我哥不要三肢无辜呀 见多啊 那你五十个怎么样 老舅他提这游戏机 白鱼 让他陪你 我告诉你 妈 妈 学习呢 大姨 大姨 你来学习你啊 你太瞧得起大姨了 大姨可不会这个 大姨就会学鸟语 鸟语咋说呀 你来一段呗 提念你啊 打你 行了 客厅被证用了 大奔 你去我那屋 你去你老姨那屋 一人背三十个单词 两篇阅读理解 听明白了吗 妈 我的游戏啊 我都写下啊 好好写啊 写好了有奖励 我不信 你再说 对的 好好写作业 不骗你们学好了 肯定给你买好吃的啊 好好学啊 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大姐 这俩孩子挺聪明的 就不好好学啊 所以啊 你这个当老旧的这个假期 就得看住他们 大姐 二姐夫那个车款 你付了吗 今天早上 我就把支票给你二姐夫送去了 付了 啊 我在这儿 真的太带劲了 咚咚咚的 二姐夫 我是不是太吵了 我想跟你聊一聊你大姐的事 我大姐 吃咋了 宋啊 你就说大姐这招怎么样 嗯 大姐 你这招啊 确实高啊 但你也不能就用招啊 是不是 你得提高提高业务水平了 我知道 我这不是学呢吗 我这是双管齐下 我先拖住那面 然后呢 我再到这边呢 提高业务 是 咱家现在都快成补习班了 那什么 叶子咋还没来呢 她还说十点来啊 我给你打个电话 请你不要问她到哪儿了啊 我大姐有这么有心眼呢 肯定不是你大姐的主意 是你大姐夫的主意 这两口子真是绝了 这戏演的 比电视剧还精彩呢 是啊 是够精彩 你大姐属于耍了我一把 这些事啊 不能就这么完了 二姐夫 你要干啥呀 这种任务不能留着她 我准备把她给换了 换了 这抬头有气吗 有气 前后闸子好使是吧 好好使 上轻吧 好累 出发喽 出发喽 来 燕子 你们这儿去哪儿啊 我带她俩啊 出去锻炼锻炼 老姑 我妈等你半天了 我知道了 你们去吧 这胖子啊真是长大 越来越好看了 谢谢老姑夸奖 走了啊 玩得开心啊 老姑再见 二姐夫 二姐夫 你别把我大姐换了行吗 你要真把我大姐换了 可就彻底把我大姐和大姐夫得罪了 你再给你大姐求情啊 你要给你大姐求情 我就再给她一次机会 谢谢二姐夫 不过她这个业务能力啊 真的太差了 账弄得是乱七八糟 已经影响工作了 我大姐不是说了吗 现在正跟学院子学呢 怎么可能学那么快啊 关键是账太乱了 那就这样 请学院子来厂里 让她先帮着整整账呗 谁去请啊 你去请啊 我请肯定不好使 二姐夫你要觉得这办法行 我可以让艾松去说一说呀 他俩关系好 那太好了 那你回去跟艾松说一下 行 包我身上了 艾松 艾松 还有一件事 说 你二姐去找那个老同学了 你说 毕建宇 对 不是 二姐夫 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 你二姐去丹东你知道吗 不知道呀 她啥时候去的 昨天早上 连招呼都没够打 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听着是不是挺严重 挺严重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吵架 而且我对她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是 那她怎么就突然去丹东找毕建宇了 这我就说不清楚了 竹子 你二姐这次回来 跟我很生分 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屋里睡觉了 分居了 老舅 不是说闭完单词有奖励的吗 对呀 这就是奖励啊 骗孩子是犯法的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么对你们是得到许可的 你们爸妈说了 你们暑假的资金发放要看我的满意程度 所以你们俩怎么表现啊 心里有点数 我要告你们 小胖子你说什么 我要告你们虐待儿童 太好了 告我呀 告 跑 跑 卡笨 等等我 告我呀 去哪儿告我 第一步握住方向盘 再刹车 刹车 左边 对 打火 挂档 哪儿 这儿 慢慢松刹车 慢点啊 松刹车 这儿 慢点 对对对 哎 放下下 哪儿 往右 右 你字诶 我又 metaphω 我还Cra 38 你俩少抬车 坐船去了 坐船去了 你俩慢点啊 上船注意点 老舅 我想喝水 这么多水不够你喝的 等会儿了 老舅 我也渴了 你俩怎么那么多事啊 一会儿的啊 上岸以后再喝 胖胖 从来都没有什么神仙皇帝 也没有救世主 哥给你拿去 干嘛呀 起义啊 回去 我精神一串好了 我就欠你 放松点 放松点 右脚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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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洗脑 洗脑 右脚右门 对 你走放松 放松没握那么紧 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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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ō 小兵 超兵 小兵 壮晚上 公 睹 吴 六 棉 運 教宿 我坐那儿 韩国家 交活呢 你家主人回来了 还不赶紧请啊 行吧 看你表现那么不错 那今天晚上给你放个假 主人给你安排的饭局 谁请客 你请啊 你做东 凭什么我做东 二姐夫 邀请许燕子帮大姐弄账 这不是只有您老人家 能请得动许燕子吗 所以呢 就让你出山 这也符合韩老师你的一贯作风 爱多管心 不是 爱成人之美 所以呢 不得做东 你下午跟二姐夫在一起呢 没啊 没啊 二姐夫怎么跟你说的 待会儿说的 二姐夫那车买了 买了 我给联系的 怎么样 歪锐相当的 特别好开 你开了 啊 车买的时候我就开两车 你会开车吗 那不有车板吗 这一直没摸车 那车特别好开 采油猫他就走 采刹车他就停 二姐夫说 给一块饼狗都会开 你还是注意点吧 别开翻了 开翻了 开船啊开翻了 开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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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 艾蓝 艾蓝 服务员 麻烦问一下 五腰二的客人是出去了吗 五腰二退房了 退房了 什么时候退的 有半个多点了吧 谢谢啊 不客气 喂 你好 麻烦再给我呼一下95388 对 就回这个电话 好 麻烦你啊 怎么就你一人在啊 你那个同学呢 退房了 那怎么办啊 我呼过她了 估计一会儿会给我打电话 那咱们在这儿等 不到了 先走吧 好 大夫 travaill 好 雁儿 嫂子 来 吃点水果 吃个橘子 嫂子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我这是客气吗 我这是感激呀 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 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 我能放心吗 你要是来 嫂子的心就放到肚子里了 来 吃个大橘子 嫂子 我不敢吃橘子 怕上火 吃橘子上火呀 我听人说啊 怀孕吃葡萄 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 来 吃葡萄 那我吃葡萄 可甜了 这账是不是挺乱的 是挺乱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 要不她们该找我茬了 给我开除了 开除 谁要开除你啊 我记得 我记得 那没有痛苦的爱 却难止住 泪流多少 我记得 忘记已离去的你 却又唱起了 你叫的歌 我没有了你 我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记得 我记得 留下 孤独的我 走向天涯 走向海角 我记得 戴上 无言的爱 从此失去 从此失去 心里的微笑 我 与音音同行 我 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那一只 是 花鸟 无声的 燃烧 我要唱那 那一首歌 呀 伴我天涯 海家